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哇这个礼拜精彩了 这个美国所有尖牙股啊 这个财报都全部要公布 那上个礼拜 其实就两家尖牙股公布嘛 一个特斯拉 一个是奈飞 一好一坏 特斯拉不错 连5G的获利出现了 连续第5G的获利出现了 但你说特斯拉公布财报之后 股价有大涨特涨吗 也没有 就是说 因为毕竟我觉得 现在目前尖牙股的问题 就是基期比较高了 所以说好消息 也不见得能带动股价上涨 反倒是 这个坏消息 那股价就会大跌 像奈飞 他公布出来 全世界的付费订户 增加数据 不如市场分析师的预期 这个股价就大跌了 所以说这个礼拜要考验美股了 就是奸牙股的财报 周二有微卵 然后另外周三没有 周三有脸书 对不起 周三没有什么 奸牙股 周四苹果亚马逊 谷歌脸书 全部都在周四 精彩了吧 这个礼拜除了奸牙股以外 还有很多重要级的股票 像Caterpillar 这个周二也要公布 还有AMD 就周二要公布 3M也是周二 周三还有UPS 然后有百度 然后有好几家重量级的公司 都在周三 总共这礼拜 有170家公司要公布财报了 所以真的很考验美股 上个礼拜 英特尔 这个全世界晶片巨拨 公布出来财报 真的是恐怖了 股价居然收盘大跌了10.58% 市值瞬间减少了265亿美金 减到了2246亿美金 主要原因是数据中心不如预期 数据中心的晶片出货不如预期 营收不如预期 年比衰退7% 比市场估的差很多 今年英特尔可以讲说流年超不利 上一次股价大跌是在7月下旬 还记得那时候他的CEO 执行长跟外界宣布 他们的7奈米要delay 结果造成了他的股价 当日大跌了16.24% 当天市值增减少了415亿美金 比这一次还更惨 连续两次的重挫 已经把这家晶片巨拨打入10年来 最大的危机之中了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也都是丙袭以待 这些金牙股的财报发布了 好那这个礼拜美股会怎么发展呢 上周美国4R指数是全面下跌的 我们赶快来请教群预期货分析师张林中 林中你好 是莫娃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那你怎么看这礼拜这些重头戏呢 这些重头戏会对美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那刚才主持人其实有讲到在这个最后一天 就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那有很多重量级的财报会发布 那现在其实有一点反应力空不反应力多 像台湾也是 例如说我们在两周前看到像大力光跟台积电 他法说会 那当然业绩其实也没有太差 但是法人其实就不买账 因为你没有太大的惊喜 可能股价过去都已经反应过了 所以这个礼拜应该美股它会维持一个落势的震荡 那我讲落势的震荡不至于重挫 因为其实大家在选前 我觉得法人的这个交易的份额会稍微降的比较低一些 所以波动不会太大 那反而欧洲会比较差一些 那你看像现在 现在下午正在下跌的这个德子 它的波动其实就很大 因为欧洲是这样的 像法国啦西班牙啦英国等等 它的这个确诊人数单日都在创新高 所以其实疫情完全都没有压下来 那法国甚至会说它要全面的开始再来 把这个就是交通啦 经济全部再把它封锁起来 那对欧洲股市会有比较大的伤害啦 包括从最近看到的PMI数据 那美国它还在上扬 那其实欧洲的很多的PMI都已经开始往下掉 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点联想到 三月底四月初那种状况 那我想在选举之前可能欧股还是表现会比较差 可能是就是如果你要交易的话 在这个不管是选前选后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配对交易 也许也可以做多美股放空欧股 那进行这样的投资的节奏 我觉得应该状况会不错 那当然美股我觉得这周可能 要大长虹的几率并不高啦 那可能可以风暴偏空操作 大概是比较安全 好那会不会大跌呢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美国三大棋子 就是说在盘前的状况都不好 盗琼现在目前是跌了有248点 跌蛮多的 跌了0.87%的幅度 接近0.9% 不过已经比下午最大的跌点的时候 拉上来不少 刚才在下午差不多两点半左右的时候 曾经盗琼跌到过27847点的一个 今日到目前的一个低点 现在目前是27943点 所以差不多有拉起来差不多快100点 本来的话是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曾经跌到了350点左右 跌的是超过1%的幅度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纳萨克的部分 跌幅也没省到 目前跌幅是0.8%的幅度 那标准波尔500指数 同样的也是差不多的一个跌幅 就三大指数都是将近1%的跌幅 将近1%的跌幅 那另外台子期盘后 现在目前倒是拉回平盘 就相对比美股强很多 目前指数来到12860点 刚刚就是今天的收盘的位置 那在这个美股 刚刚比较大跌势的时候 是一度来到12840点 所以从这个本来跌了20点的这个跌点 把它米平回来了 现在目前是回到平盘了 不过今天期货 今天收盘是收涨20点 是开平走高了 开一个小高盘涨10点 开出来收盘是涨20点 收在12858点 那成交情况也清淡 只有9万口不到10万口的成交口数 那旗舰国之间的逆价差是51点 不管美股跟台股也好 最近都在走这个低价股风 你就是高价股 就刚刚林中也讲了很明显 特斯拉你说上个礼拜公布出来财报很好 这个连续5G的创下获利的记录 但特斯拉全周是下跌的 跌1%多 它其实并没有因为财报数字好 而使得它的股价上涨 没有 为什么 极其高了 股价估值高了 可是你看到像福特汽车 通用汽车 这些相对股价比较便宜 尤其是福特汽车 这一波从7月 这个7月初当时不到6块美金 涨到上周五 盘中最高涨到了8块3毛5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波段持续在创高的一个走势 可是你看科技股 它就创不了新高 它就是像亚马逊 苹果 所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就算是这个礼拜 苹果亚马逊公布出来财报 好于市场的预期 也不见得能带动股价 对不对 实际上没有错 对 这种状况 好 所以说你才会建议说 可能美国稍微要偏空操作 对不对 因为这些毕竟这些都是占了大盘最重要的权持股 对美国偏空 然后可能欧股要偏更空 偏更空 那台股呢 台股会偏更空空吗 应该还好 我看台股 台股还好 台股现在盘后拉上来 因为它早上跌过了 台湾其实你看日K线 看起来很温和 但如果你看5分K或是1分K的话 你其实会有点心脏要掉出来 的感觉 就是早上最多点涨到快要100点 对啊 突然可以掉到平盘附近 就一波急杀嘛 对对对 对很早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10点钟左右那时候 有一波比较大的杀盘 就是说台股今天本来早盘的时候涨还不错了 大盘也涨了70多点 就后来居然杀到这个平盘嘛 所以震荡幅度都很大 那选前这个礼拜到底 这个全球股市会是一个高档震荡的行情吗 我觉得会偏向 起刷会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不会有大潮 所以你可能可以采取逆向操作 因为现在的波动指标 其实都在低档 那波动指标就是ADS指标嘛 他如果在低档的话 我们就适合做逆势操作 就是如果在急杀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承接一些多单 那急档的时候是偏向放空 那其实大家都在等最后选举的结果了 那美国时间11月3号应该是下周 台湾下周三下周二那附近 那其实你在交易的话 我们待会后面可以谈 可能可以选取包牌的策略 就是你在下周再去找W1 11月W1的契约去买两边 那可能会有这个不错的效果 好 就是说这个做引波 可能会放大的一种操作策略 对不对 就是说市场这个行情可能会放大 好 那今天我们刚刚讲说周三 美国有UPS 还有百度 还有福特汽车也要公布财报 好 然后这个波音也要公布 还有万斯达卡也要公布 这个是在周三 然后再跟听我朋友讲一下 好 那另外在我们看到原油的部分 上周油价是出现比较明显下挫 美油是跌了3% 美桶跌破了40块美金 收39.76 那不油呢 也跌了将近2% 美桶收到41.97 油价开始在走落 所以感觉起来油价最近是不是又要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回答呢 还是您的看法如何呢 尤其就跟着S&P完全的正相关了 大概90%以上 那所以目前大家就在考量像欧洲 美国它疫情都没有掉下来 那需求端一定会降低 那跟股市同步的做修正 那我觉得要向到这个今年像那样富油价 那个阶段其实不太容易发生 那所以我觉得目前油当然也是偏向震荡操作 你在通道的上下两端 如果在沙道比较低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着量接一些这个多单 那不过这个可能要稍微要把这个投资拉长一些 例如说2021、2022 例如说疫情比较真的降的比较低的时候 那我想它还是会慢慢回归到正常的往上波动的轨道 所以明年原物量是看涨吗 明年原物量我们大概还是在看那个利率 那要看美元 那美元其实大家都说好像会变得反弹 或是怎么样 那其实目前看起来拜登胜选的几率 应该比较高 不管是赌盘或是民调其实都一样 但它可能会撒出更大的钱 就是会借更大的资金 让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难看一些 所以美元其实它没有太多往上的空间 应该会往下 所以我觉得像一些原物量应该是会往上 我的看法是偏向多方来看 因为高盛也讲说2021年非常有可能会是大众原物量的牛市 就高盛他也其实是看多元物量的 那金价在上周是持平 期金价格收在1902是平盘 那美元则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走低 美元指数上周可以讲说是大跌 跌了1%多 1.04%的幅度 收在92.74% 那英镑则是走高0.97%的幅度 欧元也涨了1.2% 明年恐怕通胀的预期还蛮大的 另外从通胀预期 另外从美债殖利率 已经升到四个月的高点可以看到 那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 在上周已经升到了0.85% 单周升了9个点 9个基点 那两年期不动 还在0.2附近 0.18% 所以可见短天期债卷殖利率不动 长天期却是往上急升 那显示这个殖利率曲线有变抖的状况 所以林总从这个殖利率的角度 是不是也预期通膨的状况呢 对因为长期债卷就是在看这个通膨 短期两年是看利率的变化 那十年以上就是看通膨 所以如果长的升上来 短的不动 那就代表说大家就感觉 是在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避险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 拜登他可能会花更大更多的钱 所以其实殖利率开始上涨 那代表债卷下格 他就开始在下跌 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出相关的一些改变 好 那至于说选择权怎么操作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请教张林中 告诉我们这个 在美国关键的选举时刻 选举权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 什么策略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 可能市场 这个情绪变得激昂 这个不管多或空 哪一方面变得情绪激昂 或是两边情绪都变得很激昂的情况之下 在选择权市场上面 我们运用一定策略的方式 不管做避险 或是说做投机 能创造一些利润 或是说能规避风险 我们继续来请教 群益奇或分析师张林中 林中在选择权上面 建立在下一周 就W1 这个周权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策略 对不对 对没有错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大选 那是2016年的时候 11月8号 当天因为大家都预期希拉蕊会当选 所以我们想到既然川普当选 台股当天是从9200直接跌到8900 再跌了300点 大概修正了2.8% 2.9%左右的幅度 但这一次可能不会那么严重 因为川普连任 大家的看法应该是 好像股市会上 分析师都说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股市会下 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分析 应该还要看一下 他在两个上下议院 就是参院跟众院的多数 那不管怎么样 只要波动大的话 其实选择权 他有机会可以赚到 波动大的钱 那怎么选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一下 你在礼拜二的时候 或礼拜一 就开始去找W1 因为W1是在下个礼拜三结算 那所谓的W就是周结算 周结算它会比较便宜 因为它只能活5000的时间 如果你看现在那个月选 它都会比较贵一些 所以如果你要包牌 我们都叫包牌 就是买进 同时买进买全跟卖全 然后一样的口述这样 那当波动比较大 例如说超过200点 或是300点以上的 这个上涨或下跌的时候 那这样就会可以 很容易得到一些利润 那过去几次的大选 曾经一次 例如说像2004年 就是陈水扁前总统 他那时候中枪的时候 那因为选完 后来大盘跌停2000 我想这个很多人 应该都记忆犹新 对 那如果你做卖方 其实更惨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在大事件之前 你做卖方 真的要特别小心一些 那为什么大家喜欢做卖方 因为波动率变得很高 因为大家都包牌 对 所以等于是把这个权力金都拱上去 所以 利润比较好 对 风险跟利润 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去稍微考量一下 那我觉得 如果在波动率没有涨得太多的时候 你在下周 的确可以考虑这样的进考方式 好 所以下周就是买入买全 买入卖全 对不对 对 同时买进两遍 当然你要去做卖出买全 卖出卖全也可以 但你心脏要大磕一点 因为基本上这个风险很高 如果万一真的是哪一边冲破的话 那你真的是倒大煤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要在价瓶附近去买吗 还是说我们要再价外一点 就是说如果是价外的话 大概离价瓶多少的距离呢 通常我们会选择价瓶往外 比如说两档或是三档 因为周的选择权 它是每50档为一个间距 那越的是100 所以你可以去往外抓到 例如说是上下150点 举个例子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权利金就不要选择太贵 因为太贵会变成就像价瓶 你可能可以选择 例如说50到100之间这样子 那我们在过去的经验 这样的报酬率相对是还比较好一些 那如果你做错 不管是做对或做错 那当天结果一出来 你都要出场 因为这个是你在赌短天的嘛 就是你当天效应 你只要一显现 它这个其实权利金它会加速的下降 按照过去经验会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还会再赚几天 那不太可能 你当天只要看到不如预期或是赚很多 你就要马上跑掉 OK 这个是一个明哲保身之道 因为一定会有一边赔一边赚的情况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只要说把total算下来 总夸的有赚钱就好了 你其实就是两边都要一起把它截掉 对不对 对两边把整个部位把它拆掉 对啊 就整个部位把它处理掉嘛 你不要说我只处理赚钱那边赔钱那边不懂 那说不定它就归零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说两边一起既然是你下同样口述 那同样的这个离价评差一样的这个位阶的 这样的地方的话 你就是一并把它处理掉就对 有赚钱就跑啦 选择权很重要这个原则啦 因为你毕竟周全刚林总也讲嘛 生命很短嘛 你如果放到这个周三结算的话 你很可能就是吃到归零膏了 好 那在期货上面我们该怎么操 都是选择权对不对 那期货有没有期货有没有paypal呢 大台小台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期货商品 我们可以关注什么呢 期货其实在目前看起来 台子其实结构还是偏向多方 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太大幅的偏空 那例如说我们从那个小台子 就是散户 它是最准的一个指标 那其实散户它现在还在做空 其实它稍微有一点偏向这个零轴附近 这代表它散户看最空的时候已经过了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如果散户看最空过了 代表散户可能快要翻多了 那散户快要翻多代表指数它就会开始崩跌往下 那目前看起来还没有 因为它还是空单 所以目前就是可能是盘整带变 暴风雨前的宁静这样子 那再来是那个电子跟金融 我们长期在关注这个指标 那电比金要强势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持续了两个月左右 就电子比金融要领头带领指数反弹也好 震荡也好 但是就是没有金融在带队过 所以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发生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的结构并没有转得太差 就是我觉得等这个不确定的消息公布之后 那也许这个方向其实就会出来 那如果你不知道往哪一边做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考虑 就是例如说拉一条均线 比如说三天均线或是五天均线 那指数站上均线当然就偏多做 跌破就凭空做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参考的准则 好那今天外资在大台的部分是买超3186口 所以外资的大台进多单流仓部位来到32083口 小台外资整体也是大 小台外资整体也是进多流仓的 3392口 那今天是买超2979口 那VIX指标未来几个交易率 应该会慢慢的往上走 如果影波会放大 这应该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况 因为大家预期不确定大的一个变数在那边 所以说影波今天的确是在往上升 今天升了0.53点 来到22.49点 开始比较明显在往上走 好那临终这个下礼拜三的确是有一个大的变化 那这个礼拜三周全结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 我觉得这几天应该还好 这几天应该还好嘛 对不对 看起来 看我已经有看周全这几天 其实虽然说今天盘中洗刷很大 9点那一波下来是很惊人 但是他还是稳住 他并没有说 高点一下来破平板 然后一直往下杀 他没有这样状况 所以这个礼拜应该还能撑得住就对了 这礼拜应该还好 但是其实你看月选的权力已经这几天都已经变得很高了 就价平附近 其实都有到250左右 那是过去几个月比较少见的状况 因为影波在放大了 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开始在预期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做W1的周全 那也有人可能会去做月权的去做这个影波的这个买进买权跟买进卖权 对不对 对没有错 那如果是我们要做月权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策略呢 那准则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按照我们的方式去买进两边 只是你会花到比较大金额的权力金 因为他可以活比较久 他可以活到11月的第三个礼拜三 对所以他会可能还可以撑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准则是差不多 就是你当你不确定消息 尘埃落定之后 你还是要在当先就把你的部位除掉 好 那这个礼拜我们还可以再关注什么呢 这个礼拜其实大家都在等那个大选 那大家都在说纾困案会不会过 就美国的这个纾困案 那感觉是不会啦 因为反对党的裴洛西说会过 但是其实经济顾问说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对 我想因为剩下没有几天 你要投票通过执行其实不太容易 那美股在前一两周都是受这个消息在上上下下在盘中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不是主重心 应该还是在欧洲 欧洲如果有止跌反弹的话 美股下周就会偏向比较多方 那如果欧洲持续在杀 因为欧股没有人在顾嘛 所以可能就会美股就跟得下来 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这个关键的点位 欧洲在落主要是 如果他这个疫情很严重是不是 因为我看到西班牙确诊超过100万人 然后法国德国这些国家 每日确诊人数都创历史新高 就是甚至一天都到五六万人的确诊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对他们比三月那时候还要再高峰 所以都来到高峰了 所以欧股最近在落是落这个疫情的问题吗 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像这个脱欧 那脱欧也脱了很久 那包括欧洲的这个经济也都没有起来 就是反弹之后 数据现在又往下掉了 这大概都是一些不利的因素 好 美国其实疫情也很严重 这两天美国已经连续两天 这个确诊 就是全美超过八万人 八万人 而且现在已经市场 就是有已经这个防疫专家有预期 就美国非常有可能 会超过十万人一天的这个确诊数 哇 这真的很头痛 好 我们非常谢谢群益期货的资认分析师张林中 谢谢林中